刚从这里过来 大家看那里 看那边那么多坟墓 中间隔了一条路 看这边 这边就修了一个高梯 没看到一个坟头 这边的地好平整 大家看远处 一片坟墓 大家好 我是农民云飞 我今天是刚刚路过这里 发现的 发现了一个现象 大家去看一下 走吧 去看看去 大家看这里好多坟 是不是 这边好多坟 连成一片 只有中间这个坟上面 做了水泥 周围这一片都是土的 都是土坟 这边这么多坟墓 为什么只有 为什么只有中间这个坟墓上面 做了水泥 上面没长一棵草 进去看一下 看到这个坟上这个小字了 这是这是专门为这个水泥坟做的墓碑 这个坟墓上面写着公元2004年4月8日见到吧 这下面这些字 好像这是后辈的后辈的人 看这个地裂峰这么宽 看这边这片的田地好几千亩 你看多少坟都集中在这片区域了 大家看到没有 中间就隔了一条路在高天那边 高天那边 你说高天看到高天没有 高天又过来了 中间就隔了一条水泥路 那边没看到一个坟头 而坟墓都集中在这片区域 这是为什么呢 看远处还有那么多 我今天路过这里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我分析啊 那边是修高铁的 坟如果都建在那边的话 比较碍事 所以这个坟墓都建在这边选择 人们都选择把坟墓建在这边 如果建在那边的话 怕修这个高铁 碍着事了还要拆迁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不然那边 高天那边怎么一个都没有 这边这么多 感觉好奇怪 坟墓都集中在这片区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了 这会儿我风好大 我要赶快回去了 你看着上面这个树叶 我们把这个树叶吹到 今天估计要下雨 等了这么久 终于把雨给盼来了 希望这场雨能下成吧 好 地太干干干了 这片区域啊 卖田 已经收割完毕 好平整啊 一个坟头都没有 远处有一个高天 风吹得好大 看今天这个天气特别的阴